成亲上万名巴勒斯坦人30号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示威 开启巴勒斯坦回归大游行 示威者和以色列士兵发生冲突 爆发近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 导致至少1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千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则表示 有示威者朝军队投掷石块焚烧轮胎 因此军队使用驱散暴动的手段来平息这场暴力示威 以色列军方还指责激进分子试图在大规模示威的掩护下发动袭击 联合国安理会30号举行紧急会议 就加沙尾巴冲突紧急磋商 不过会议没有就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对相关情况开展紧急调查 这些努力的示威者没有遇到任何几乎 和他们的充满困难 但他们的充满愁充使用了居居活动 居滑木屋滑 聯合國一名官員警告 未來幾天加沙地帶的局勢 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並敦促有關方面 不要將平民視為攻擊目標 連日來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帶 五個主要邊境區域 距離邊境隔離 圍欄大約700米處 搭建了數百個帳篷 為示威活動做準備 這次的回歸大遊行將持續數個星期 5月15號巴勒斯坦災難日 70周年紀念日 預料將達到高潮 NV7綜合報導